提到特别追,就是说 Format 它的基本的叙述方法,请特别注意 一般习惯是这样,先给一个格式化的公式 然后记得前后一定要加双,它是必须要是一串文字,一个文字叙述 然后点之后面的话format再把你要做格式化的资料把它放进来 当然你这个字串里面不是说只能够单单放大瓜糊 也就是大瓜糊的前面后面其实还可以放东西 所以待会的话,如果我今天希望能够达到像刚刚底下看到这个结果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做,我可以把BMI冒号直接就塞到什么? 塞到大瓜糊的前面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BMI冒号其实可以把它当成是这个字串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你要加的话,像刚刚这个程式部分要怎么加呢? 其实很简单吧,我可以在这个字串,这一串文字里面 加上BMI冒号,这样就OK了 当然输出应该没问题,它就是BMI冒号 然后把这个资料呢,取到小碎第二位数BMI的结果就放在这个大瓜糊里面 那显示出来当然就BMI冒号,然后把那个刚刚的这个BMI19.5把它做输出 OK 那可是,其实这个地方比较难的地方 我主要就是说,刻意在前面 这个BMI的前后加上双引号 那为什么要加双引号? 其实主要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上个礼拜有提到拖曳资源 那拖曳资源的话,其实它到底说有些资源比较特殊 那如果说你假设没用拖曳资源的话 你是无法做某些资源的输出 包含哪一些,像这个所谓的双引号 因为如果说假设我要输出双引号 那以前的逻辑是,那我就直接这边加一个双引号 OK,不过你会发现你输入一个双引号 它会自动再多给你一个 然后另外的话也发生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它看不懂说到底你输入这个双引号的动作 到底是为什么? OK,所以它变成说再帮你补一个 可是补一个也没有正确啊 那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是 这个双引号在那个python程式里面 它就把它当成是自章的开始跟结束 所以如果假设你现在又用到这个符号的话 它不知道说你是要拿来做输出 所以我们势必,如果假设你要输出这个所谓的双引号的话 你必须用拖曳资源的方式 那我们之前有讲过拖曳资源的话 在那个第二个单位里面 上面其实有,所以你可以往上拉一下 大概到这个第几页 第二页的地方 如果你要输出双引号 我这边特别提到 拖曳资源的输出方法 那就是怎么样呢? 在双引号的前面 只要再加一个反斜线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加一个双引号 不要麻烦 那就是什么? 反斜线双引号 用反斜线双引号 来表示说 我现在要输出一个双引号的符号 做一个区隔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加反斜线 那就是程式里面自章的开始或结束 如果你加的话 你要输出的是一个什么呢? 双引号的资源 那一样 结束的话要多一个 双引号的话 就反斜线双引号 他就知道了 那就是 开头一个双引号 结束一个双引号 那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一样 170.5 身高56.7 Enter 那这样的话 就会多出什么呢? BMI 放错位置了 放到这里来了 那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要放到 这个BMI 放在帽号前面才对 放错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 它跑到这边来了 OK 那没关系 可以再把它搬到BMI的后面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知道 BMI帽号 那就结果 那再来就是输出标准 OK 那只是说 现在目前 上面的部分OK了 那下面部分 还需要多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在标准的前面 再加上什么? 加上 这个什么呢? 平与帽号 那平与帽号怎么加? 比较简单 前提是说 程式比较简单 当然呢 如果你要加平与帽号的话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最简单的 当然你如果不去更改 这上面的程式的话 那你就怎么样 你必须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平与帽号过清 平与帽号标准 也就是说 你在这个底下 每一个前面呢 势必呢 都需要重复加所谓的平与帽号 可是问题啦 当然喔 我是不希望说程式写太重复东西 所以呢 如果假设我不希望 把那个什么平与帽号 加在每一个文字的前面的话 那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 特别注意喔 那前面讲过啦 其实除了说 你可以放这一串之外 其实你还可以放什么 还可以再把平与帽号怎么样 放在 你干脆放在什么 放在这个的后面 也就是把他全部当成是一个字串算了 那如果你要把他当全部一个字串的话 那会有一个问题啦 如果假设你在这个后面 如果要直接加什么? 平与的话 那势必我们需要什么? 让他先换行 换行还记得吧 反斜线N嘛 上一拜也讲到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希望呢 让他换到下一行 反斜线N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平与两个字的话 平与 OK 平与这样子 然后平与帽号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 应该接近我们要的结果 平与帽号 然后呢 再来看就是 过清还是标准等等的 OK 这样我们来试一下 就是执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好了 比如说一样 170.5 然后56.7 Enter的话呢 那各位可以看到 已经接近我们要的这个结果了 BMI 前后都有双引号 帽号 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BMI的值放进来 格式化到小碎点第二位 然后再来换行 换行 这边有换行 换行之后的话 平与帽号 有了 平与帽号 可是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标准他没有接到这个的后面 没有接到那个什么 平与帽号的后面 那你想说老师 为什么他会跑到 标准跑到下一行去 到底原因出在哪里 跟各位讲一下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出在printer printer这个叙述上面 也就是说printer 在python里面 如果是printer的话 他基本上是除了帮你把 他刮糊里面的资料输出之外 他会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printer完之后 他会多加一个换行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为什么多换行 因为他这个printer本身会多换行 那如果说你假设不希望说 你那个printer 最后帮你多换行的话 那你可能要 必须要多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printer的里面 多加一个参数 也就是说在后刮糊的前面 多加一个参数 参数逗点 ok 第二个参数 跟他讲说 我最尾巴的那个参数 我不要输出 最尾巴的话就end 等于 本来应该是输出一个反斜线N 但是我不要输出的话 不要的话 不要输出任何文字的话 这样就是空字串 所以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这个程式的最右边 再增加一个叙数 就跟他讲 我输出的时候不要换行 ok 也就是说你刚刚看到这边 平与帽号 本来会多一个 这边本来会多一个反斜线N 那因为你加了这个叙数之后的话 他就知道说 你这个反斜线N这边 不要做这个动作 如果这个动作不做的话 那势必标准就会跑到上面来了 那就会达到我们要的最后的那个结果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如果我今天一样做执行 身高170.5 56.7 好了 Enter 那各位可以看到 得到的结果 那就会是BMI 然后呢 把BMI的值放到后面 然后因为呢 我后面加了一个换行 换行就反斜线N 所以接到这个后面他就换行 然后并且把平与帽号两个字输出 那原本呢 他会在标准的前面多一个换行 因为我多加了一个什么 d.en end等于空的话 那就是把那个换行符号给删除掉 那就会得到我们要最后的结果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最后的结果的话 一样我是把它放在那个云端白板 第二单元里面的第10 第11页上面 ok 关键的地方的话 基本上就是 在第11页的下方这边 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一行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灵 不可能 那么 如果你 我也就做了 到来